台電頒發獎助學金已經超過30年的光陰 幫助了近50萬名的學子 今年頒獎典禮的現場 特別邀請過去的受獎人 分享自己的奮鬥故事 來鼓勵在場所有的學生 那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叫黃玉婷 那我是基隆的在地創業者 然後也是反向青年的一個創業者 那同時也是一個工藝設計師 就是我在大學的時候 我學習的是工藝設計的部分 那也因為台電的這個獎助學金 可以支助我一些 譬如說工藝材料的一些補貼 還有就是可以繼續研究一些 環境垃圾重生的一個部分 所以在這邊的話 就是一樣就是很感恩 有這些獎助學金的幫助 讓我可以慢慢走到現在 那其實我在基隆現在一二路 也創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然後把自己的專業跟工藝的一個能力 還有我的夢想去做結合 就是職業跟夢想去做結合的一個 比較幸福的工作 那所以我今天就很高興可以來到這邊跟大家分享 就希望大家以後呢 領到這個獎學金的時候 也可以去投資自己 然後培養自己的興趣跟能力 然後做到一個更好的自己這樣子 大家好我是南投縣法治國小校長周永航 領了這個獎學金之後呢 我那時候就會覺得說 原來我們可以透過我們自己的努力 然後得到社會上面的一些轉變 我擔任教職以來 就是一直給自己的期許 我要想像我們萬大廳廠一樣 繼續把我們的愛跟我們的能力 在我們仁愛鄉的學職跟教育上面呢 能夠開花節活潮 先謝謝過去因為有台電的特別助學基因 讓我可以順利的完成學業 我建議大家要盡早的建立理財相關的知識 假如你還是學生的話 你可以先從最基本的記帳開始 目前手機都有很多記帳軟體 也都是免費的 那你可以透過記錄 去了解你自己的支出狀況 那希望以上兩點 能夠對各位的人生也有所幫助哦 很感謝大膽講學金的幫助 讓我能夠在學習的時候 能夠去考到許多徵兆 還有許多相關的書籍 那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也讓運動一直都是我的興趣 也變成我的工作 因為其實我們身邊的人 對我們的幫助並非理所當然 但是就是因為他們對於我們有愛 所以我們更加更加珍惜 曾經獲得台電獎助學金的受獎人 都相當感謝台電這份善的循環 他們也鼓勵學子們 將來有能力時 都能盡一己之力來回饋社會 記者黃正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我們今天才能夠得到 我們下輛的經歷